和深的服务精神 这条视频值得你认真看完 也许会改变你对老板的认知 其实 做企业就是做服务 你能不能服务好你的主子 也就是你的顾客 如果你能完完全全地服务好你的主子 那么 你就能得到主子的奖励 在市场上生存下去 和深这个人 在历史上是被批判的 但他能做到乾隆皇帝的心腹 绝非等闲之辈 他从26岁发迹到32岁 居立部上书 历任几十年部门一把手 靠的是什么 首先 和深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 懂蒙古语 藏语 但是没有考上科举 靠着一个机会 当了皇家仪仗队的一个队员 有一天 乾隆皇帝坐在车中 在外面游览春光 有个侍卫急匆匆地跑到轿子前 说云南急报 一个罪犯越境跑到缅甸去了 当时乾隆很生气 就说了 论语中的一句话 虎四出于侠 归欲毁于独钟 是谁之过于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问这个事情 该谁负责任 由于周围都是粗人 没人听得懂 而和深非常好学 为了责任 乾隆就回过头 看了这个仪仗队员和深野 这就是和深发迹的开始 这说明什么 说明和深虽然地位低下 但一直在准备 逮着机会就能上 而其他的人 由于没有准备 机会放到面前 也抓不住 这就是一种创业精神 一直默默地在准备 中国正在从制造业大国 转型向服务业大国 要在这个时代获得成功 就要成为一个服务型人才 就不仅仅是满足顾客需求 这么简单 而是要超额完成顾客的需求 用苹果公司的话说 就是苹果公司 不是在追求客户的满意度 而是在追求客户的尖叫度 打造自己感动顾客的能力 说回和深 乾隆皇帝下江南 他不告诉和深 是走水路 还是走汉路 和深就得猜测 乾隆的喜好 他知道乾隆喜欢写诗 和深就跟公主说 皇上现在的诗写得越来越好 我特别喜欢看 以后皇上写了什么诗 您给我拿过来 我好好学学 和深就靠读乾隆皇帝的诗 体会到了乾隆的心境和偏好 最后他认定 乾隆要走水路 而不是走汉路 和深就做好了走水路的准备 果然 出发前一天 乾隆就告诉和深要走水路 和深这个服务功夫 可是了不得 他能去分析顾客 从大量的隐性信息里面 琢磨出顾客的偏好 有些顾客的偏好与需求 甚至连顾客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有时候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或者说不愿意告诉你 如果你有能力自己去 察觉到这种需求 那么顾客就会对你产生好感与依赖 赚钱就水到渠成了 老板呢 就是要成天去琢磨顾客的需求 喜好 还有一个和深制造顾客感动的例子 大家可以琢磨一下 就是乾隆皇帝的母亲 要去金山寺拜佛 但金山寺台阶很多 而且很陡峭 要用轿子把皇太后抬上去 是非常考验 抬轿子的人的水平的 和深就亲自训练教夫 但后来发现 教夫的水平还是不行 他不放心 就自己当了教夫 抬着皇太后上去 又下来 皇太后坐在轿子上 就说 哎呦 和深手下真能干 轿子抬的 就像是在平地上一样 坐着非常舒服 然后皇太后就要找和深 叫了几声 和深从轿子后面 害羞的出来 穿着教夫的衣服 这时皇太后才明白 是怎么回事 堂堂一品大员这副打扮 乾隆站在一旁也非常感动 只是说了一句 你呀你呀 你能做到这一步 我们君臣永不相移 这就是制造感动 就是他能够制造惊喜 让顾客尖叫 后来和深有些地方做得过分了 被乾隆罢免了 傅贤在家 说他的丧事只能让和深来办 这就是皇太后 对他形成了成癮性依赖 连死了都对他有依赖 撇开所有的封建余孽部讲 我们以上讲的是服务的精神 是老板应该好好琢磨琢磨的东西 我们要讲的是 打造优质的服务品质 为客户制造最好的服务体验 这当中一定要有真正的服务精神 只有这样 才不仅能制造客户满意度 而且能制造客户尖叫度 不仅能够让客户在接受服务的时候满意 而且能对你形成一种成癮性的依赖 我一直强调 做事就是要做到极致 先把自己感动了 才能感动顾客 感动了顾客 带着这种精神去做项目 去做服务 不赚钱是没有天理的 老板们你觉得呢 有启发就点个赞吧